另外想再請教一下是關於一位自稱旅美學者的那個翁達瑞 質疑民眾黨立委高宏安的學歷 那有網友指出像翁達瑞其實也是秉明 那不知身份是不是又是遭受到側疑的攻擊 還是說高宏安是被報復這樣 其實這樣啦 這個也不曉得說要恭喜他還是要安慰他 你沒有網軍的攻擊 沒有明確的攻擊就表示你不重要 所以表示說他已經升級變一個咖了 所以才會被打 那請問現在市長就是有跟委員這邊有 跟他安慰一下他的性情嗎 有啦我之前就跟他講了 他那天那個塔利班的事他就已經 已經很 我就跟他講說如果沒有人打你就表示你都不重要 所以我現在不想要恭喜你還是要安慰你 我現在覺得你更為難的 有阿富汙和阿富汗 那天是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